光复乡目前有10个部落文件站 不过每一个站限额人数 使得服务未能普及化 加乡多数站址都以社区活动中心 或是聚会所为主 相对排挤到居民或族人活动使用空间 造成社区部落间的困扰 乡代表郑万证高度重视提出质询 期盼乡公所或圆明会能证事 尽快想出解决之道 上到圆明会 宪政部下到部落社区族人 全力推动部落文件站 让部落长辈快乐安老 然而政策美意的背后 人数的限额却仅有少部分部落长者受惠 相代表证完证 关切证询 期前 为什么他的人都没办法增加 还是限定在25位到35位 设备这么好 我们人数就那几个人在做享受 光复项目前65岁长者就有将近2000多人 而10个文件站最多也仅能服务约300位长者 不符公平正义 再者 在法令规定限制下 多数都设置在社区活动中心或部落聚会所的文件站 相对也排挤到其他居民或族人公共设施空间的活动 针对大型部落及高龄人口急剧攀升 部落文件站人数是否也可以与时俱进 在乡内社区部落公共建筑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能否放宽站指条件限制 纳入社团协会私领域空间设站 相代表郑万正关切质询 期盼乡公所反应及成建言 未来我们的加强这部分 至少圆明会有机会让公所来参与文件站的运作 我们就比较有发发权 就想说我们来做 乡长林清水进一步指出 目前乡内有三个部落也正积极申办设置文件站 希望明年如愿设立增加服务量难 同时针对了文件站所面临的难题 相公所也将尽快向圆明会反应 希望上级单位能够尽快 研理出相关配套措施解决问题 记者时遇览光复采访报道